嘿,我是阿图,我想背单词而努力让老外讲中国话的汉语老师 引导学生多说话,或者说多说汉语 是很多老师为之努力的目标之一 这期内容呢,我们来聊聊多说话背后的教学期待 以及怎样达成目标 这个话题源于最近收到的一则求助信息 我准备上一对二的网课 两个孩子的中文水平都很一般 一个很安静,不太说话 另外一个呢,很活泼,总喜欢抢答 这个时候要怎么去引导那个安静的孩子多说话呢 首先我们撇开教学情境 就怎么样引导这个安静的孩子多说话这个需求 先进行一下讨论 那我这里其实会有一个疑问 安静的孩子或者说偏向内向的孩子 又或者说在某一个情境下 这个孩子或者承认给我们的回应 低于我们的预期 这件事情是可以被接受的吗 我希望这个课堂可以更加活跃 但实际上事与愿违 可被接受吗 那如果这个回应评次是可以被接受的 那就不存在刚才的这个问题了 我们在说出一些东西或者期待对方有一些反应的时候 对方可以抢答 也可以你叫他名字的时候才说 甚至你叫他名字的时候他直接跟你说 是我不想回答 又或者说完全没有反应 那实际情况是我们对外界做出一些反应啊 然后给出一些语言啊 是期待对方给我们一些不同程度的反馈的 这个时候我会又有一些其他的疑问哈 我们传达信号的这个方式和内容 就是我们说出去的话 我们做的动作 对方真的get到我们要他做什么了吗 如果就是知道了一些 那他知道了多少呢 我们预期的回应的这个形式是什么 是让他说让他做还是要怎么样 那如果他给的这个回应太多或者太少 在我们自己可以做出努力的方面 可以有哪一些调整的方式呢 那这些调整的方式呢 包括大部限语 比如说我说的够言简意该吗 那如何去知道我说的这个东西 它是足够准确的 对方知道他现在要做什么 以及他其实是做得到的 那我真的知道学生适合什么样的交互形式吗 他是喜欢多说呢 还是多做呢 还是喜欢小组合作呢 还是说他就喜欢我说 然后他们听着呢 我要怎么去了解他们这样的形式 还有就是如果我做了一些计划 这个新的计划 他什么样的呈现的结果 是可以说明我这个计划他是有效的 那如果我对新的计划还是不满意 那我还可以做什么 还有我可以找谁帮忙呢 等等等等哈 有很多这样的疑问 那除此以外呢 我自己会在复盘的时候跟我自己说哈 参与者在这个情境下 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下 他给出这个反应 其实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是对我自己教学目标 还有我当时这个真实的教学场景底下的一个检测 就是我做了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会有这样的反应 那我要反思 我的这个教学目标 或者说我当时在做的这个事情 它是合适的吗 那有的时候呢 就是我无论做怎样的努力 诶 学生他的个体差异就是让我难以达到目标 那我要怎么样去接受这样的事实 不能达到预期 那又怎么样呢 好 接下来我们把思绪再拉回到这个教学场景里面 我给这个求助的老师做了以下的这些回复哈 首先呢 在基于教学目标的情况下 第一个制定规则 别人说话的时候需要安静等待 这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平衡两个孩子说话的这个频率 但是呢 他会不会在另一层面上打压另一个孩子的积极性 是需要老师自己去做协调的 那技巧和心法因人而异 那正在看视频的你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在留言区我们进行讨论 好 那第二个 设置开言的学习任务 就是在课前课中和课后都可以设置一些开口说话的任务 比如说要求做一些需要录音的作业啊 我教过的某一个混零 然后程度还差异挺大的一个班级里面 给他们布置了一个回答录音的任务 就这个举措呢让我更全面的了解到尤其是听障和自闭的学生 他们口语发音的情况 回到课堂以后我发现他们也变得更加自信了 这只是我自己非常小的一个个体样本里面做出的一个决策吧 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学呈现的效果 那如果没有特定的口语教学目标 孩子们在自己舒服的情况下学习就好了 那安静的孩子在安全舒适的场景里面 遇见他们自己很感兴趣的话题也是会逃逃不绝的 这就像我们成年人说自己是一个社口 但是在自己觉得舒服的熟悉的人面前还是会变成一个话牢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接纳孩子不常说话这个事实 第二个呢在规则的前提下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哈 给孩子们适当的说话机会延长等待时间 就可以说啊那你是怎么觉得的呢 我们要不要给你三分钟的时间进行考虑呢 那如果说三分钟不够久 那我们可以把它延长到五分钟 又或者说给不同的孩子给他们一些不同的任务去做 那思维比较快的孩子他可能做完这个任务他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那如果有的孩子他确实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触发自己这个想要表达的欲望 那就多给他一些时间 我们时间慢慢延长到他觉得舒服了 我们这个等待的时间可能可以慢慢再缩短 那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倾听孩子们的回应给出详细的反馈 比如说有的孩子半天才憋出一个字 那我们就他说的这个字还有这个词语给他一些详细的反馈 可以问你是这样想的吗 你可以再多说一点吗 然后呢这里我也想要推荐一本拿来即用的教师如何说话才有效的书 叫做教师的语言力 它是日本的一线教师三好真实的一本书 作者主要把师生交互的语言分为五大类 表扬的语言批评的语言 提问的语言 鼓励的语言 以及反向激励的语言 表扬的语言和鼓励的语言乍一看好像很像哈 但是他其实又把它们很细的分为几个小点 而且呢这本书里面给了一些教学的场景 它就跟小剧场一样 就是老师说什么学生说什么 那老师在说的时候自己的内心活动是什么 具体要怎么掌握课堂节奏啊 怎么与不同背景啊 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更加高效的互动啊 我也会结合一些理论和实践 在往后的内容里面跟大家分享 那最近呢我跟对外汉语领域比较早期的视频博主Luna小小老师 一起在做对外汉语女生部落专属的教师培训营 当然也欢迎男生 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名字叫对外汉语女生部落 我们会从底层逻辑去剖析一些原理 然后再结合真实的场景进行解释 期待我们在训练引领相遇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